你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飞刀 练得又快又帅啊 不好意思 我忘了告诉你 我给你那个秘笈 是仿造的 彩月 替我把他给杀了 师父 徒儿失忆 似乎跟这个人有些关系 我想弄清楚情况 还望师父先留太条命 此人跟你唯一的关系 是仇人 他是你的杀父仇人 让开 让我来为你父母报仇 师父 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那我也留不得你了 师父这话什么意思 莫非连我也要杀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我倒要看看 你们可以在里面堵多久 这里应该安全 刚才替我向你师父求情 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我之所以怎么做 是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疑问 我们真的认识吗 如果认识 那我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蔡元 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为什么你会忘了我 但你是我明媚正确的妻子 我们在月神宫拜过天地 我们发过誓 要长相厮守 永不分离 这些全是事实 你是说我们成过亲 拜过堂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是李漫青的儿子 李漫青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怎么可能跟你拜堂成亲呢 因为我们说过 可以为了爱 放弃心中一切的仇恨 做对寻常夫妻 绝技江湖 请忍过心恋心 就算你忘记了一切 但我们的曾经 都仍刻在这儿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想起来 我们有多么相爱 对不起 这段记忆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将薛彩月和李坏找出来 遵命 上次来的时候 只看到天机老前辈 外公真正的目的 就是想利用他 来帮助自己守住洞口 没想到这里 原来还别有洞天啊 你是说 我们曾经来过这里 是啊 没事 不着急 慢慢来 可可可 怎么会是你 李欢 薛彩月杀了我爹 今天是我跟薛彩月之间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可可 这当初一定有误会 没错 这把飞刀是我的 好 敢做敢当 今天我跟你去做一个了断 可是我并不记得我杀过你爹 你是真不记得 还是假装不记得 我薛彩月行事 从来不会遮遮掩掩掩 如果是我做的 我没有什么不敢承认 可如果不是 别人也休想栽赃陷害我 好 那我问你 那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山城 还被韩俊挟持 我被韩俊挟持的那天 在客栈 紫藤花和金无垢来偷袭我 我就跑了出去 才遇到了韩俊 可是我并没有去方家 更没有杀你爹 不可能 事情如果真是这样 紫藤花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她怎么可能告诉你 她巴不得我死 有你出手 她自然更高兴 倒是你 你现在独工了得 怕是跟她学的吧 可可 今天的安排 是你和紫藤花演的一出戏吧 是又怎么样 我为我父亲报仇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方姑娘 我既然愿意承认这把飞刀是我的 我就不会抵赖 你如果愿意相信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调查真相 我确实 之前丢失过一段记忆 如果最后调查的结果 我试杀你父亲的凶手 我愿意受罚 可可你相信我 这当中一定有误会 等我们出去了 我会帮你一起调查清楚的 这件事情不用你管 启并圣主 启并圣主 前面有一条密道 似乎是通向山敷内部 在密道地上 发现一些散落的财物 看上去有些年月 散落的财物 你前面带路 其他人跟我来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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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